要说老夫子最怕的英雄那一定是夏洛特了 人家随便挫个被动过来你就打不过了 但是这局1800分颠方赛 咱们对着夏洛特却依旧打出了7-2的战技 且拿到了MVP 今天我就要教你老夫子该怎么打夏洛特 核心就蓝点B战加法语 从二级开始咱们就打不过夏洛特了 但是一级还是打得过的 如果夏洛特要抢2 你就站在B线旁边开2A他 他是顶不住的 如果他不抢2那就快速清掉B线生2 清完线直接拿和线 全力打和线就行 那和线咱们就已经拿下了 拿下和线后千万不要去找夏洛特 因为前期根本打不过的 现在可以选择支援或者刷个小眼 这里我觉得老夫子二级支援意义不大 于是就偷了蓝一个云冲军 少个小野蓝也是能盗似的 就算没盗似吃我先眼的生死 这里夏洛特去支援了 趁着他不在赶紧把线停了 等他回来咱们就没有线权了 四级线直播对面打也在中路了 我们打也在 所以又有线权 如果四级线对面打也在 我们打也不在的话 那就乖乖的塔下吃兵就行 前期为左八月就行了 如果前期被杀个一两次 那么这局基本上就走远了 剩下洛特清线赶紧打和线 等他跌好了被动和线就跟我无缘了 运气比较好又拿到了和线 四级了有闪就可以去支援了 但下路是没什么意义的 下波线我没有线权 反正也是坐牢还不如支援 就算开不到人也能吃播中线 现在我们人齐开到谁都能杀 拉张飞直接绑 支援完就得回下了 因为下路线已经进塔了 早点回能少损失点兵线 下路特也传了 那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直接走就行 如果战了那就是队友的问题 现在的思路也是一样的 能清线咱们就赶紧清线 清完就走 不要跟下路特打 野怪和线什么的有就拿 没有炫钱的时候就是支援 反正前期不要和下路特打 发育和打支援就完事了 时间来了六分钟 来来帮我了 此时发育塔也没有减伤了 那这波可以打 下路特没来就先推塔 大招绑住 先把塔推了 然后拿下下路特 反正前期就是不和下路特打 队友来了就打一波 这样他前期单挑的优势 就没法发挥出来 中期的话就得看情况了 如果你的经济没有比下路特高很多 达到那种随便打他的地步 那就尽量不要和他带一条线 中期就算你比他高个一千经济 也很有可能是打不过的 中期就躲着下路特带线 然后带完线就打团 打团的话就没那么怕下路特了 基本上打团作用和他差不多了 打团下路特也要切C 也不会怎么管咱们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服的 不建议打下路特再进化 因为再进化也不一定就打得过下路特 反正还会损失开团能力 一旦逆风老夫子连绑C的能力都没有了 基本上就等于废了 等到咱们末世冰心仓球都出了 那就不快下路特了 基本上这个时候下路特就打不过咱们了 到了这个时候下路特咱们眼里就不是敌业了 就是一个普通的对手 前期为什么要发育和B战 就是为了让这个时间点早点到来 像现在这种开不到C的情况下 直接绑装飞也是可以的 然后一直平A刷二级在前面吃伤害 二级的真空气开三球 肉的一批能可能打 这不原方被火5秒了 那就没办法了得撤 后面的就是正常的老夫子打法了 平时该怎么玩就怎么玩 打团竟然找对面最重要的人绑 像这局对面米悦很恶心 咱们就绑米悦 中后期老夫子绑谁谁死 再怎么飞也扛不住五个人锤的 由于咱们这期视频是教大家 老夫子怎么打夏乐特的 后面的基本上就跟这个无关了 后期老夫子是不怎么怕夏乐特的 就很好打了 最后一位探訪了 就把薄脱的翻译 都可以帮助 地转好 我们下来 最后一位探訪了 最后一位探訪了 涯法 最后一位探訪 从中课 很适合 腰 commercials 相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